我覺得有的時候 有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人 他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那人民也是有分很多種 可是有些說去中國話 可是又跑去中國賺錢 對不對 這個就是利益在前面嘛 你吃大米大人 台灣跟你栽培 跟黃岸一樣 大陸生病 心臟病 你就回來 回來台灣醫病 你不喜歡台灣 你在大陸有在大陸醫病 沒有去美國 你為什麼來台灣 瞭解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這三個都是啊 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華民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 都認同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我是中華民國人 我覺得我是台灣人 是因為我在台灣出生 但是從我讀書裡面的觀念裡面 我覺得我是中華民國人 那我請教你這個ABC選的人 是Multiple Choice還是 可以複選 複選喔 我三個都是 三個都是喔 我ABC 沒有什麼啊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們讀書的時候 都講中國啊 然後他不是 我們從小就要反共大陸 現在為什麼要 整個都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整個都改變 我覺得很矛盾這樣子 所以中國會感覺 你會覺得有一種矛盾的感覺 對啊 時空錯亂 很遙遠 很遙遠的地方是不是 沒什麼太大的印象 那個已經 有一段距離了 對 一定有一段距離 中國的印象 我覺得現在中國強大起來了 以前中國都是被欺悟嘛 被人家一下割地一下 陪這個陪那個的 讓我們心裡頭 就受了這麼久的 委屈 委屈什麼東亞病夫 對 可是我們現在重新站起來 不要被人家欺負 文化上是跟我們是同源的 是 同源的 對 結果他們從毛澤東的時代 搞到那個 國化大學 人家大學是沒辦法 搞好而已 是可以 但是搞到後面 百姓都沒飯吃啊 對 大學 現在那個 習小小還不是要搞 習小小 不是要搞那個 二十大開完會 他不是要去毛澤東那邊 其實會讓我們去看 這個意味是在那地方啊 所以中國就會想到中國共產黨 對 笨笨的 笨笨的 你這是開放的回答嗎 還是選擇點 對 中國喔 說到中國你會想到什麼 是個很悠久的 歷史的國家 然後他們現在也是 在科技上面非常的進步 喔 那就是 我的老祖先來的地方 現在啦 早期就是我們 國和孫中上 都串進那個黨 中國國民黨那個正統的啦 然後因為後來抗戰啊 抗日戰爭啊 然後又在內戰啊 然後就是搶地盤嘛 1949年就成了一個 PROC嘛 People should be part of China 1949年10月1號 他們宣布成立另外一個國家嘛 對 那結果整個局勢都改變了 那其實台灣 也是另外一個中國啦 喔 另外一個中國啦 就是我剛才講的 馬力波特有三個 你覺得沒有什麼改變啊 沒有什麼改變 現在跟現在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我覺得沒有什麼很大的改變 應該會有一點影響吧 你有覺得台灣有去中化的一件事情嗎 我想慢慢會產生的 喔 慢慢會產生是不是 對 那你覺得這個是好還是壞啊 如果去中化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 也壞啦 就是說 每個人都有他的選擇嘛 是是 你不要去覺得說是一個政治的 一個想法說 我不要你這樣子 都沒意思嘛 他本來就在那裡 你也去不了他 那你幹嘛談這個問題 喔 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沒什麼好談的這樣子 因為 你沒有那個能耐 喔 沒有那個能耐 對不對 是 你那麼一個小條 他那麼大 你打不過他 打不過他 我覺得有的時候 有一些政治立場不同的人 他就會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那人民也是有分很多種 可是有些說去中國話 可是又跑去中國賺錢 對不對 這個就是利益在前面嘛 說是說愛國 其實利益放在前面嘛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有不同的認同 那您覺得這個 去中化它是好還是壞啊 我覺得其實是不用 因為現在是 按照我們以前講的這個 世界大統嘛 大家都和樂相處 大家都平安不是很好嗎 然後也會經濟進步 帶給人民更好的生活 我自己 沒有特別的感覺 那如果有的話 你會覺得這是好還是壞的 沒有好壞 就是 依照自然的演變喔 台灣應該有去中化 但是喔 就是那些 領重是弄18%的人喔 蔡英文說要改 他就把那18% 什麼叫18%你知道嗎 兩百萬有三萬六的利息 把他們趕掉那一群人喔 沒愛國 他為了錢啊 那一群人也有台灣人 那都是教書的 我同學裡面也有 有台灣人也有外省人 他現在來這裡70年啊 他以後都在台灣生的啊 他也不承認他是台灣人 他也是承認他是中國人 中國人就回去中國就好了 中國土地那麼便宜 你去那邊買啊 了解了 你說台灣喔 對啊 台灣 喔 百分之百有啊 對啊 當然有啊 我覺得這不是好壞的問題 這是笨的問題 笨的問題 對啊 因為全世界沒有像台灣這樣 跟中國講中文 這麼的可以溝通的 那你了解他 然後你可以去utilize 你可以利用他 你可以利用這個中文的優勢 那包括像師大那邊 有很多的外國人 可能會來學中文嘛 但是現在台灣已經對於中文 華文跟這個文化把它揭開了 所以就變成台灣可以去學習的文化面就越來越少 喔 了解了解了解 對啊 那包括像我的小孩現在在上國中 那他上的這些 那他上的這些 包括這些古文啊這些 他常常會問我說 學這些古文有什麼用 我就說 你去問方文三 為什麼他寫歌詞一個字八千塊 就是這樣子啊 那你可以不要嘛 那不然我們怎麼去發揮中文或華文 喔 那這 我所學的科目裡面中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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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覺得這個去中文化最好是壞的 應該 應該是壞 我覺得因為這個跟政治蠻有關係的 所以 我認為不好 了解了解 覺得政治跟文化應該要分開 對 1970那時候很早 那時候以前都是講Jazz 然後教給講金狗嘛 那時候在搞十大Jazz 其實都是 也沒有什麼去中化的 什麼這個痕跡 現在有去中化 所謂這個 歐陽娜娜 我知道的 然後林志玲好像也有 王欣霖應該是有 劉樂妍 其實有些 他本來就在那邊賺錢 我也覺得無可後悔 因為他要賺他的錢 為了賺人家的錢 不跟他表態怎麼可以 我對這個不太 不太然也有興趣 是 因為 我長期住在國外 你長期住在國外喔 剛回來 剛回來 我知道歐陽娜娜有 林志玲也有 可是林志玲本來是綠色的 他們家都支持民進藍的 何潤東 因為他一直都在那邊發展 還有汪東城 這些都是 還有楊成林 黃國倫 因為跟寇乃欣 都有在那邊主持很多節目 這些 我知道 歐陽娜娜 剛剛的我比較不知道 因為我不常看這個東西 了解 這個啦 歐陽娜娜 這個啦 楊成林 鵝貝銀大概也是 鵝貝成 黃國倫也是 黃國倫 這都是為了錢啊 林志玲沒有啦 林志玲沒有啦 不知道 書錡 書錡是台灣人應該不會停啦 吳七樓也是中國人去了啦 歐陽娜娜 張曉涵 楊成林 其實我不怎麼看電視啦 但是因為 大部分這些人都是在 中國大陸有發展 那因為他們有收入嘛 當然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必須講一些 比較重聽的話 我覺得是這樣 我也是從網路看到的啦 那網路看到這個 真之假者我不太清楚啦 你知道是靠那邊的 就是講那邊的好話 對 歐陽娜娜 這個我們台灣的 這心神很厲害啦 他都挺 黃國倫要看 對 如果他已經在那邊 就是工作 然後在那邊生根了 那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你賺人家的錢 你就要看人家的人色 像 就像老闆某些時候 是讓你很不滿意 可是 除非你要離開啊 你不離開 你也不能說反對他啊 對不對 你反對他 你就不用在那邊賺錢啦 其實他們有時候也蠻可憐的 只是我是覺得 不要說得太過分 不要把我們這邊抹煞得太厲害就好 瞭解了 其實這個是個人的質疑啦 個人的難 你也不要去管他 因為他也影響不到你 對不對 你何必去管他 他要生活 那你就讓他生活 那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想去那邊啊 那他就去了啊 對 你也沒有辦法說 哦 你不要去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必要談 嗯 我覺得是可以 你可以為那邊 慶祝或什麼的 可是不用太 好像太宣大 或者是太誇大這樣子 以平常的心啦 以平常心看待 對對對 因為他們生日也幫他慶祝 對對也無所謂 就是相互的嘛 我們這邊 他們那邊也有幫我們那個嘛 就是大家就是和平相處嘛 這樣子 不恰當 不太恰當 那為什麼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述一下 因為 中國是要 定存台灣的一個 非常要警戒的對象 那你就跟他慶祥的話是 對台灣的意義是有違背的 你吃大米大人耶 台灣跟你在外面 跟黃安一樣 大陸生病 心臟病 你就回來 回來台灣醫病 你不喜歡台灣 你就在大陸有在大陸醫病 不然就去美國了 對 你為什麼來台灣 我覺得啦 就是說 你如果把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兩邊各看成一邊一國 那他幫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生 或者是他幫日本 他幫韓國慶生 有什麼差別吧 除非兩岸現在是像 俄羅斯或烏克蘭 兩岸真的宣戰嘛 那你去幫敵國慶生 那當然不恰當啦 我是覺得這蠻個人啦 你自己的利益所在 你的收入在那裡 你當然你就會講好聽話嘛 那如果這件事情 對他沒有好處 就像我的收入 並不是從那裡來 我可能就覺得無所謂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會以自己的利益 做考量 這是我的看法 那我挑戰一下個人意見 影星演藝圈 他各不各的立場 為了存活 對 為了他們的市場 為了他的粉絲 對 他不得已啦 不得已 不得已就是要講一些好話 可能是唯心論 但是也不得已 對 那個什麼北韓那個什麼 金正人 徐小小 還有什麼那些 他們那是專制耶 對不對 對不對 你都沒有自由 你如果公演派回 明天就沒看到人了 你覺得這樣好 你要做台灣人 要做中國人 要做中華民國人 你台灣人也要弄進去 因為這就是台灣啊 你一定要弄進去 有沒有弄進去 搞事也是很亂 對不對